像这样镜头破裂的旧手机 你会选择直接丢掉还是回收 常常人楼看不到镜头 知名品牌出新机 吹起民众抢购热潮 根据环保署统计 国人每年购买约600万只手机 太缓下来的 有超过50%留在家当备用 也有人担心各自外泄不愿意丢 但是这些手机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 所以如果没有回收的话 就是可能在环境里面不能够分解 那些重金属可能会留在环境里面 以前是手机里面呢 大概黄金含量是有46克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回收两万两千只的手机 就可以做成一公斤的一个黄金 手机里含稀有金属再利用价值高 不过3C达人建议 如果手机还开用 还是转送给亲朋好友比较实际 我会找便宜商店比较方便简单 现在全家7都有收 这部分的话如果你是电脑 一台一台一百多块 甚至手机的购物金才大概十几块 大概也换个 一个茶叶蛋差不多一台手机 那这个部分还是环保因素为主 那如果你担心知道外泄 我还是觉得 里面就不要放一些重要客制 或者说像我常说的 你拍照就借穿衣服 为了促进回收率 环保署今年首度祭出手机回收月 只要在10月份回收旧手机 再登记资讯 就有机会抽中iPhone 11 保护环境就从你我做起